在美股相对上强的情况下 但也要跌下来 主要今天的原因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开放回来 其实也是差的 也是烈口低开 上面其实昨天是做了一颗 类似12时仙的形态 所以今天 对一类一枝大阴烛整体的走势 其实大家要注意 虽然说 都是一个上落市的格局 不是穿过之前的低位 仍然是有险可守的 但不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如果他继续穿过这两天的低点 也说过这一天是什么呢 21天的低位 28,800多这些水平 就是4月12日的低位 大家要注意 28,274 icon 这些位 如果穿过的话 就不是十分理想 就不会再来了 1个月 1个月 有下斟的 2个月